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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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大汗夸计了我们 本将爷爷给你们一样赏赐 县城里的东西你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好 好 你们有多少力气都使出来吧 好 要让中原人知道不臣服的下场是什么 从今往后 听到马蹄声就两腿发软 再也没有抗拒我们骑兵的勇气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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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皇上 好样的 你叫什么名字 禀皇上 末将 马神良 从明天起 你就跟着朕子 谢皇上 胡云基 臣在 速点五百骑兵 随朕杀将出去 皇上 你不能去 太危险了 你们都给朕听好了 朕是大唐天子 又不存我号令者 进入此上 皇上 你是一国之君 这才当了几天皇上 可当将军 都十多年了 走 大唐 朕将奉可汗之命 到长安北门侦查 不期遇到唐朝天子 李世民亲率数万骑兵杀出 朕将死战放得逃脱 但三百多弟兄 都被抓走了 你说你亲眼看见李世民 一点不假 一派胡言 长安城总共不到三万兵马 其中骑兵不足一万 李世民哪来的几万骑兵 朕将可以向老祖的发誓 我却无半句假话 打了败仗 还胡言乱语 扰乱军心 拖出去 大汗饶命啊 拖出去 大汗饶命啊 大汗饶命啊 看来这长安的城防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虚弱 李世民是不是从别处 调兵来了 大汗 你也相信那小子的话了 别的不说 天这么黑 这李世民好歹也是个皇帝吧 他不怕重埋伏 敢杀出城来 不 你不了解李世民 这种事他做得出来 咱们的后军到哪了 有消息过来吗 回大汗 突历到了南游 气壁河里到了祁山 他们说路太窄 最快要三天才能赶上来 我就知道 他们不会痛痛快快地往前走 大汗 咱们就不等他了 就用阿什纳部的任谢起兵 趁李世民还没醒过神来 一气杀进城去 不 等人马到齐了再进攻 先令齐必合力的人马 逼近高龄待命 等突立部靠近我后 我率主力直扶长安以北 到渭水河边 对长安形成合围 明儿你亲自去下长安 让李世民出详 让李世民出详 李世民是肯出详的人吗 大汗是想让你去试试 李世民的虚实 对李世民这个小儿 还用看什么虚实 大汗也真是 咱们的大军一路披靡 杀到了长安城下 大汗却害怕起来了 你以为大汗是怕李世民吗 李世说 突立 弃毙和立等人迟迟不道 谁知道 人家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将军 将军不好了 什么事 将军 扛将遇迟静德 领兵突然袭击了我左翼 弟兄们伤亡惨重 牵我的马来 是 昨夜 皇上亲自出城 斩杰力赤后三百人 而御迟静德也从京阳出击 颇有掌获 两战皆胜 这就表明 敌虽强 但不必为敌 他能洗我 我亦能洗他 不过静阳不义死守 令御迟静德别应拼 回师保卫京城 是 皇上 皇上 只是私利非要见你 进来吧 我是草原上的至尊大汗派来的使臣 来见皇帝 你们中原人就这样 不讲礼数 没有规矩吗 混战话 当年武德皇帝晋阳起兵时 曾与如主有盟约 急难相救 共同对付隋地 现在你们背信弃义越过长城 扣我京师 你说 是朕不讲规矩 还是儿等不讲规矩 有你那个背信弃义的可汗 并有你这样的使臣 真是大胆狂奈 在天子面前不服守 那可是死罪 你们要干什么 城外有我的百万雄师 现在 该是你们向我大喊 俯首称臣的时候 应该下跪的是你们 头军急 臣在 你是干什么的 右卫大将军 有人冒犯天子 你该怎么办 当即除斩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有清风宝剑 你想用自己的脖子 尝尝他的锋芒吗 大唐皇帝 你不能杀我 跪下 大唐皇帝 我是可汗的使臣哪 你既然已经学会规矩了 朕就饶你不死 你们可还有什么话让你烧来 说吧 大唐皇帝 我主帅百万大军南下 长安三尺为援 如何能够抵挡 大汗希望你能早日自负倾降 大汗宽人 会与你在他的寒帐之侧 设一崖帐 这样 你李氏一门可保全富贵 天下生灵也免遭涂炭 大白天说梦话 侯俊杰 臣在 在门下生找个地方让他待着 再胡言乱语 每说一句就抽他一鞭子 是 等等 告诉他的随从给杰力带个话 我李世民的背后 有千千万万的大唐子民 如果他们敢战 那长安城下就是他的目的 走 大唐皇帝 走 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使臣 快走 大唐皇帝 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使臣 杰力囤定二十一万于长安城下 可以立即攻城 却按兵不动 就是因为一时没有摸清我军的底细 而只是司力这么狂妄 也是为了探我军虚实 要是在他们面前有丝毫的软弱 那杰力就会下定决心 一股作气打进长安 急报 急报 怎么回事 请速承给皇上 荆州急报 荆州急报 洛义还没有出城寿府 这是滑头 玄灵 臣在 眼下还有多少兵马可以调动 长安城里左右五位军 加上东宫六帅 共击三万人马 要不要臣派人速调李靖 率全军南下 罗义授服事宜尚未谈妥 大军仓促南下 万一父辈受敌 又该怎么办呢 皇上 这种时候有一句话老臣不能不说了 说 皇上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退路了 什么退路 臣要说的是 臣要说的是 暂时迁都退到洛阳 臣提成大统还不到二十天就逃离长安 那天下人会怎么看这个新皇上 皇上 这三万人能抵挡得住吉利数十万大军吗 能守得住这九经战乱破败不堪的成员吗 如果敌军何为 皇上身陷绝境 那大唐将万劫不复啊 如果退出长安 就可避开强敌 只要皇上在 大唐就在 丢弃的京城和失去的疆土 都可以夺回来的呀 退出长安 就可以避开强敌吗 你错了 留在长安 朕面对的只是竭力一个敌人 可是退出长安 天下人就会认为朕是个丧国之君 人心逆转四面楚歌 那朕才真叫陷入了绝境 朕这个皇帝兵马不多 粮草也少得可怜 要是连拼死一战的勇气都没了 那朕还有什么呢 都说节力的骑兵天下第一 无人敢与其争锋 好啊 那朕就和他较量一场 赢了 让大唐百姓都知道 还有一个能为他们保命的皇上 让那些心怀意志的人 死了这条心 用一场血战 省却无数场大战 输了 就这样死在一个英雄手里 朕也无憾 皇上 臣愿死命相随皇上 皇上 臣也算一个 皇上 臣也算一个 皇上 臣也算一个 好 立刻传真指令 把关中各州县的青壮年 全部整进起来 不分昼夜加固城防 多准备一些滚木雷石 这次竭力从龙山小道而来 一定带不了多少粮草 只要我们能够坚守十天八天 竭力两断 军心避乱 既然如此 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过 毕竟敌我军力相差悬殊啊 臣以为 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才是啊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李太子的事不能再拖了 皇上 老臣出言轻率 请皇上恕罪 去接中山郡王李承前 和长沙郡王李克的人 现在到哪儿了 按时日算 他们也该到长安了 等他们一到长安 朕与清等 共义立太子之事 依皇上的吩咐 城里的三万人马 除少量守城 大部分已经聚集在南城 只要皇上一声零下 随时可以出动 好 你的动作够快的 皇上 你也该歇歇了 别把身体拖垮了 把床褥拿来放在这 困了朕就躺一会 要是有什么情况 还可以随时查看 皇上 是杜大人 康明 康明不必拘礼 你有病在身 本该让你好生休息 可是防谋杜断 有些事情啊 朕还要听听你的见解 皇上 朕刚才去了一趟兵部 见皇上 刚刚派快马 去掉柴绍张亮 池原京师 看来皇上对固守长安 已经做了精心不说 现在愁的 就是手里的兵力太担保了 为了按群臣之心 朕没有说出来 其实朕心里明白 这几路人马离长安 还有几天的路程 而杰力居长安不过百里 眼下最要紧的 是如何迟至杰力的进攻 等待援军到达 如今 这长安城里 不是还有一支兵呢吗 哪支兵马 你说的是 尹太子的旧物 是啊 你是说让冯丽他们 拱卫京师 这样的话 长安城里的守军 就多出了三成 而且都是旧战之兵啊 皇上 万万不可 玄武门之变那天 冯丽带领东宫两千兵马 蒙攻玄武门 皇上 虽设他之罪 唯以官职 但终究是庞系罚职 大敌当前 怎能受重力于他呢 俊杰 兄弟细于强 欲辱于外 锋利从前 他跟尹太子 有冤冤不佳 可他毕竟还是大唐之臣 知此国难当头之计 只要皇上驾驭得到 臣也为 他还是可以为我所用的 杜大人 军国大势非通儿戏啊 让冯丽 带东宫救赎守城 那等于把我们的脖子 放在人家的刀下 三万多人马 对抗城外二十万大军 已经是捉襟见招 冯丽要是趁火打劫 那我们不是父辈受敌吗 两军相对各事其处 冯丽是忠义之辈 皇上可能还记得吧 玄武门之变发生的那一天 听到宫中生变的消息 有多少平日里 跟随建成元籍的人 一下子全都刨光了 可只有冯丽带着他的属下 前去救主 这样的人品 如果皇上对他肝胆相招 他怎么会辜负陛下呢 冯丽叩见皇上 冯丽 朕决定请你召集东宫旧部 镇守长安南门 你敢接指令吗 说实话 臣不敢 没想到啊 你冯丽 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臣不是怕竭力铁骑 只是怕臣的属下 还记得钱筹 臣 无法约束他们 有负皇恩 朕都不怕 你怕什么 朕知道你是个忠贞坦荡之士 凭诉罪讲信义 你给你的旧部带句话去 大敌当前 如果记仇的话 先往后放几日 等朕打退了敌人之后 他们再来找朕算账也不迟 皇上 你这样信任臣 那为什么要臣去镇守南门呢 冯将军 眼下竭力兵风正盛 皇上怎么忍心 将将军放在西边与他们争锋 让你拱卫南门 不是让你们去跟竭力作战 而是让你阻止 守城军马弃城南逃 皇上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有守城的兵马 真的要弃城南逃的话 将军 就让臣铸守西门和杰力 决意死战 真是慷慨之事 那长安城的西门 就拜托将军了 臣只要一息尚村 就绝不让杰力 越雷青一步 好 侯俊俊 臣在 令冯将军到甲库 领八千箭兵器和战架 是 冯将军 请 平添了这么一支禁旅 拖住竭力等待元晶赶到 又多了几分把握 皇上 贴了几千人 但还是杯水车薪呢 敌我兵力的悬殊 太大了 克明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皇上 立太子的事应该定夺了 范长使 离城安还有多远呢 回小王爷的话 也就一百多里了 过了京河和渭河 就是长安地界了 殿下你可记住了 你的父亲已经登上帝位 现在是大唐的皇上 不是秦王了 你以后该尊称 还为父皇才对 范大人 弟兄们都很累了 前面有个村落 要不要打个尖再走 不 现在一刻都不能停 咱们已经马不停蹄地 走了十天了 这人受得了 这马也受不了 是啊 我说长盛啊 知道皇上派快马到中山 宣想王爷进京 是为了什么吗 现在大内的宦官们 一定已经把东宫打扫干净了 等着一位新主人入住呢 到了这个时候 还顾得下马的死活吗 我将知道了 好 好 好 怎么办 怎么办 替太子报仇 杀了李世民的狗儿子 不好 是引太子李建成的余党 弟兄们 狭路相逢 勇者胜 拼了 拼了 对 服务 主人 是 这个火 快 水 来 拿 来 来 开 开 殿下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里有点怕 殿下你别害怕 殿下没事吧 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没受伤吗 我们没有 那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快走吧 走不了了 又有人上来了 你看 看来我今天非死在这儿不可了 有我长盛在 他们休小冬殿下一根毫毛 是救兵 殿下您看仔细了 是胡人 这里怎么会有胡人 走 走 走 快 在这儿 人呢 人到哪儿去了 人呢 刚才分明有人逃到这里 怎么突然不见了 大汗派我们来 是刺探唐君虚实的 给我撤 撤 撤 好玄了 这帮救东宫的党羽 真可恶 范长使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往昔黑石洞 离此地不远 咱们到那里去渡船过河吧 不 我们要走 我们要往东走 那不是离长安越来越远了吗 他们既然能在这里设服 黑石洞还能不派人把着吗 从这儿往东巴士里的李家极有个渔室 大人是想寻一条渔船过河 对 走吧 那好 咱们快走吧 有人吗 谁啊 逃难的 要口水喝 这兵荒马乱的 知道那是什么人呢 舅妈 您忘了当初我们逃难的时候了 是 采姬说得对 咱们去瞧瞧去 老人家 不过 谢谢 殿下 快喝了吧 你们也喝点吧 喝一口吧 谢殿下 小圣子 喝完了 喝完了 多谢老人家了 天太晚了 我们还要赶路 就告辞了 好 咱们再休息一会儿吧 走吧 走 舅舅 舅舅 你有没有觉得 被身喝水的那个人 特别像令官啊 这黑灯下火的 他又背着咱们 怎么看得清啊 可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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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事 有人会 你 他 有 你 有 有 我 你 有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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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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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长使 你快点 犯长使你快 殿下 快把刀给我 快 快把刀给我 殿下 快上马 快 小圣子 快走 小圣子 快走 上马 快上马 快上马 快追 是克尔回来了吧 儿臣参见母妃 臣参见娘娘 克尔 克尔 母妃 这一路你吃苦了 没有 多亏有封大人的人和岑先生一路照应 苦到没这么吃 不过靴子倒是磨破了几双 封大人 快请 娘娘请 封大人 真是谢谢你们了 娘娘过奖了 这位是岑先生吧 以前虽然没有见过岑先生的面 可是克尔的家书却告诉我 他找到了一位好老师 江南高门大族的子弟呀 封大人 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 从来不问正事 不过今天我要替岑先生说句公道话 皇上兴成大同 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您是尚书又仆业 那举不必亲 像这样的人才 您应该向皇上推荐才是 总留在克尔身边 可耽误他了 文本哪 这娘娘可不像旁人 一心念佛 为臣子讲话 这还是头一早啊 多谢娘娘后啊 既然娘娘开了金口 老夫也就不怕旁人说闲话了 依据你目前的品阶 有两个位置我可以举荐你 一个使馆修传 一个是步步圆外郎 你喜欢哪一个 大人文本想去使馆 这要是换了别人 肯定是选护不圆外郎 在那里干不了多久 就可以放外人当幕手了 而进了使馆 古暗清灯 犹如进了寺庙一般 你受得了那份清苦吗 自从大人出任上书又补业 政务繁忙 文本就不能天天向大人求教了 如果文本能去使馆 那儿的典籍汉牛冲动 全是千年闲人 治国理政的精髓 就好比文本 又可以天天向大人求教 你果然稚气不凡 身上有一股读书人的清气啊 好老夫就见你去当使官 多谢大人 娘娘 相爷 中山郡王已经进宫了 在哪儿 正在承庆殿和皇上说话呢 这紧敢万敢 还是让他抢个仙 殿下不要着急 容臣子想办法应对 这样 你先陪娘娘说一下话 我到承庆殿去看一看 走 慢走 母妃 朝局危机 听说有不少大臣 都立主儿臣入主东宫 是这样吗 我这耳朵里 只听得进阿弥陀佛 朝中的事可从来都不打听 不过想想 应该是这样 不然你父皇怎么会同时 召你和中山郡王进京呢 其他人我就不说了 这个中山郡王 论才智论武功 儿臣可一点也不惧他 你这么说人家中山郡王 就不对了 看人要看其所长才是 再说人家毕竟是皇后所生 长幼有序 虽然有朝臣为安定社稷 提出从诸皇子中间 择贤者而立 但立长的规矩 改变起来不易 你心里 可别把这件事放得太重 你这一路遭了那么多劫难 居然挺过来了 真算是命大呀 你最多的事 父皇 这都是儿臣托你的红服 撑前哪 快去看看你母后去吧 快去吧 走 教教 你母后我可急坏了 满行 臣在 你遇见湖冰的地方在哪 在长家庄附近 长家庄 是 风大人 风大人 见过王爷 找孙大人 得意 臣在 靖州的情况怎么样 洛义变卦了 他扣下一位使臣 拒绝受服 朕不是已经答应他的条件了吗 我想他可能已经知道 竭力南下的消息 自然就觉得 原来开出的价码太低了 这个洛义 舅舅 快走吧 好 看来 还得臣亲自走一遭不可 不行 太冒险了 罗已经扣了咱们一个人了 皇上 天下威王之秋 臣这把老骨头又有什么值得吝气的呢 得意 洛义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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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顺路来找大帅叙叙旧 你如今是秦王的人 咱们还有什么旧情可叙啊 前一阵子里是民派大军压境 咄咄逼人 已非要把本帅吃掉的样子 洛义骑兵难下了 他突然第三下四起来 又是封王又是割帝 现在他自身都难保了 这些画饼还有什么用啊 以本帅看啊 秦王和他手下的人 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可怜 不能太子爷啊 老弟 我知道你看不上从前的秦王 今日的皇上 但是毕竟你我都是世家显望 眼下国难当头 我等正好发扬世家子弟的精神 请起天下 洛大人 我是个带兵的人 跟我说这些空话没有用 空话 几年来 你罗义靠什么养着八万精兵 还不是仗着你 出身高贵 如果你不是世家子弟 那些豪门大户 谁会来拿钱支持你 现在竭力杀到长安了 你却在一旁坐毕上官 这是匹夫奸贼所为 是对祖宗的叛逆 往后谁还会拿钱给你养兵啊 凤大人请坐 给凤大人备坐 凤大人一席话 让本帅如猛方爵啊 不过 不过 李世民说话算数吗 今上是仁德之君 刚刚登基 我想他不会失信于天下的 凤大人啊 凤大人 你可以回禀朝廷 这事我答应了 但是皇长子要到我帐中做监军 一言为定 告辞 今物在身 恕不远送 请 大帅 咱们还真替李世民卖命啊 杰力可是来了二十万人马 要是杰力带来的人马 少我还不这么干呢 本帅已经想明白了 要是不向李世民称臣 以他眼下这点本钱 就不敢和杰力决一死战 说不定带着这十几万人马 逃到哪里去了也未可知 那一来 杰力就会杀过来 阻隔我们回燕寮的道路 迟早会回来对付我们 反过来呢 咱们答应和李世民联手 他就没有后顾之忧 必然会和杰力决一死战 当他们 站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咱们就用不着回燕寮了 不回燕寮去哪 回长安去 到皇宫里 把龙衣抢过来自己做